说错话的二人组 春轩并茂 指的是父母亲俱在 此处将军只剩一位老母亲 可以看出将军的父亲已经去世 赞美将军春轩并茂 显然会让老夫人非常不开心 输水成欢 指的是用豆子和清水来奉养父母 虽然贫穷倾苦也是孝顺 对方家中添丁 却说对方以后会穷苦度日 显然也会让对方心中不悦 几人正想躬身就坐 却被一个冷峻的声音喝止了 等等 一个个没规矩的 做什么做 发话的正是老夫人 只见老夫人紧锁眉头 手主难目拐杖 缓缓上前 先是戳了戳月成天 绿为杂色代表卑贱 黄为纯色代表高贵 从来都只有内绿外黄 怎么能颠倒次序 穿的内黄外绿呢 月成天呆了一下 玄机便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忙不远地向老夫人道歉 老夫人又打亮起杜明飞的鞋子来 草鸭 蛤鞋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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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le 也敢穿到此处 杜明飞猛地站起身来 老夫人 您这话说的可不对 怎么不对 老夫人怒道 衣室本来就是身外之物 如果用它来评判一个人的品德 未免也太片面了 杜明飞嘟起嘴 您可知道姚帝 她不将衣服穿破 绝不更换心的 汉朝名相公孙红 一床被子盖了十年 孔子名徒子下 衣服补丁百结 也不影响她成为著名的贤者 草鞋怎么了 陶渊明器官隐居后 不也是葛金草鞋 生活得怡然自得吗 林语言和张小涵 在身后轻声为杜明飞鼓起了掌 你这小子 我们且不论草鞋的事情 你看看你 老夫人气冲冲地举起拐杖 戳向杜明飞的领口 成何体统 杜明飞低头一看 不禁暗暗惊呼 糟了 她的衣裳 右前巾 掩左叶几带 将左巾掩覆在内 分明就穿成了左刃啊 左右大学问 右刃是汉服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即衣服左前巾 眼向右叶细带 衣领呈现从左肩 往右腰延伸的形态 与之相反 中国古代一些少数民族服装的前巾 向左眼 以于中原一带的右刃 称为左刃 孔子曾说 管仲相还公 霸诸侯 以匡天下 明道于今受其次 微管仲 无其被发左刃矣 意思是 如果没有管仲 我们就得沦为 异族的奴隶 穿着左刃的衣服 披散着头发 另外 左刃还有一层寓意 即用来指死者 在陪葬的壁画 和仙人的画像中 使用左刃 以示阴阳有别 此时将军也怒不可遏 站起身来 指着几人高声道 哼 先是口出狂言 侮辱先父 又胡乱穿衣 平天晦气 来人哪 在 从大厅屏风后 跑出几名小厮来 把人拿下 关入大牢 遵命 胳膊被人死死钳住 杜明飞 这才惊讶地叫喊起来 你 导演 这不是真人秀吗 这 真的要关大牢呀 大胡子导演 躲在一堆摄像机后面 轻轻 耸了耸肩膀 哎 导演 这种节目不都是有台本的吗 搞抓捕什么的 要先沟通啊 林语言 也大声叫嚷起来 非法监禁 您这是非法监禁 大胡子导演 从摄像机后面 伸出圆圆的脑袋来 哎 小姑娘 这已经不是一个抢答器 就能走天下的电视时代了 观众的口味一天天变重 台本什么的太低端了 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 你是不是在演戏 我们现在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 观众要看你们最真实的情感和状态 哎 你别挣扎了 这些可都是要在电视上播出的呀 三人还在聚礼力争的时候 那边白雪队也被一群小司抓了起来 但眼下还有比被抓更严重的事情 气得月成天嗷嗷直叫 因为变故突生 就连守护神也气他们而去了 雪神姐姐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开始卸妆 鸡博则兴高采烈地举起了手机 因为他刚刚打通了最难的游戏关卡 六个人被蒙上了眼睛 一步一列切地被押送到了一处阴朗的地方 地牢到了 吱咬一声 地牢的木门缓缓打开 一股难闻的湿气扑面而来 这里看样子确实就是明朝时期的旧牢房 无论是求是的摆设还是木制的求助 都写满了岁月的沧桑 带着一股令人非常不舒服的阴暗气息 清风队 监牢在这边 白雪队 你们的监牢是在这里 一名狱卒将他们押送到了属于自己的牢房 又确认了牢房的锁头已经锁牢 这才打了声呼哨 离开了 隔着粗壮木头做成的栏杆 六人遥遥相望 最终他们的目光都转向了两个求士之间的一根大柱子 一个披头散发的男子被铁锁牢牢捆绑在那根大柱子上 头颅低垂 痛苦地身影着 身影声中时不时夹杂着一声嘶吼 令人心惊肉跳 杜明飞咽了口唾沫 心里开始紧张起来 与此同时 眼波听力 几位评委的笑声根本停不下来 就连一贯温柔的顾老师 此时也是前仰后合 对于两支队伍在将军府的表现 顾老师您怎么看呢 主持人也是满脸笑意 望着顾老师 抱歉 孩子们被捕时的表现实在是太可爱了 简直让人忍不住要笑上足足一小时啊 顾老师拍了拍胸口 言归正传 说起两支队伍在将军府前的表现 都不尽人如意 比较基础的衣着常识和注词 都有明显的错误 希望 希望在接下来的冒险环节中 他们能够改写自己的命运 在展示了错误的行为举止之后 没有一支队伍平安地离开将军府 他们被愤怒的将军抓进了地牢 接下来在地牢里 会有怎样的任务和奇遇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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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